大家好 我是金先生 這是我寫在30歲以前的一個紀錄 一拓飛齋 兩袖清風 三十二立 四大街空 四大街空是哪四大呢? 沒有房子 沒有車子 沒有孩子 也沒有銀子 我有的只有跟所有成功人士都一樣擁有的背後的那條脊椎 習武十年 我從18歲開始接觸八極拳 接觸傳統武術 然後就一路栽進去 然後練到現在快到30了 習武大概十餘年 我想要在這個時刻呢 出來跟各位分享一下這個改變我生命的東西 大概在我開始練拳開的一兩年吧 開始有所謂的網路打假的風氣出現 但或許更早 但至少在我那個時候接觸的時候 網路上開始有了這麼一個 大家紛紛牢牢的一直在講說 這裡有個假大師 那有一個假大師 那有一個神棍 那有一個武棍 我是在這樣子的風氣之下 還是傻傻的 就這麼練了10年的拳 然後練到了今天 所以對我來說 功夫假不假沒有 功夫不假 從來不假 功夫一直都是真的 只是你遇到了什麼東西而已 你遇到了什麼人而已 所以 我開了這個頻道 然後想要跟各位分享我在這10年以來 我見到的真實的東西 他真實的在改變我們的身體 改變我們的生命 那這個頻道呢 我預計會有分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我會分享我會的套路 就是我們傳統武術或說中國武術 會講說我們有一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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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套路 比如八級拳會有一套小八級 一套大八級 等等的這些套路 在這個頻道裡面呢 我會把它開始公開的分享出來 那這個分享呢 不是讓大家用來做學習的 而是用來做一個可能分享參考 或是剛好你也有學 你需要複習的時候 你突然忘了一兩招 那或許我的影片可以幫助到你 我的頻道呢 也會有另外一個系列呢 是做一些對猜的 對猜的影片的分享 這個東西呢 它就是 讓各位知道說 我們平常在練習的武術 它要怎麼使用 怎麼練習 怎麼對當 第三個部分呢 就會是像現在這樣 我會坐在一個 牆壁前面 然後 這樣子 看起來就像人模人樣的 然後跟各位分享武術的我的經驗 當然這是以我個人的角度為出發點 所以 武術這東西很有趣 有時候一個人說A 有時候一個人說B 誰對誰錯不知道 但是或許都對或許都錯 或許 都只是一個大山的其中一個面向而已 我們都沒有爬到山頂 所以從來沒有人知道全貌長什麼樣子 所以我的頻道呢 預計就會有以下這三種 內容的部分 可以跟各位來做分享 既然提到分享 那分享它就是公開的 公開的話 就會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那這是2023年了 所以如果我講的話 或者是我打的套路 或是我的觀點有你不喜歡的地方 那請你自我調適 就前面出門左轉 你可以不看 你可以不訂閱 對 應該會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會需要 我會來做這樣一件事情 以前的人說 圖訪師三年 師訪服也三年 因為在資訊不發達的年代 大家在找尋求真的路上 會有一些破目撞撞的過程 那我們到網路時代 難道就不是這樣了嗎 我認為都還是 就是在這一個年 就算是在如此年代 我們都還是 會有很多人希望找到一些東西 但卻可能 需要花很多功夫 但不見得真的能夠找到 那對我來說 我遇到的武術是真實存在的 也真實可以改變我生命的 也真實可以使用的東西 所以我會希望把它分享出來 讓一些如果有在找的人 你如果剛好在找 那我剛好在說 如果聽了對你有幫助 那我會感到非常有興趣 這就是我的目的 我希望可以推光武術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認識 我所看到的事 認識我所認識的武術 而並不是只有 看到那些所謂打假 然後就 一味的說傳統武術 都沒有用 練這個東西 這是過時的 當然古人的東西不一定全對 所以我們在練的過程中 也會有時候發現一些 這個東西可能不是這麼的 先進了 但是這些東西一定就全錯嗎 一定嗎 我 並不這麼認為 所以 在我的影片裡面的系列中 我會慢慢慢慢的跟各位剖析 以及各個角度各個問題的 我個人的觀點 或者是我的經驗給我的答案 我是金先生 這是我寫在30歲之前的開場版 老實練拳 認真度日 我們 未完待續 這是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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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鈴鐺